老师 如果有问题 以过年来讲 我们收到的那个红包的数字 你觉得6600跟8000 哪个收到比较开心 那当然是8000啊 66大顺对不对 那你88不是更好吗 你给我66块我也不是太开心 哈哈哈 你是66万我也可以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io老师 嘿嘿 现在又到年底了 接下来马上来迎接新的过年了 但是过年我们都会有一个习俗 就是包红包啦 那各位你知道 到底过年的红包应该怎么包吗 我认为过年包红包就学问老大了 如果包错了 不仅伤财还伤感情 那到底这个红包 它必须要包多少金额 里面的数字应该怎么表现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习俗 跟什么样的禁忌呢 我们今天在影片里面 通通告诉大家 在影片开始之前 建议大家收藏这支影片 我相信各位 以后一定能终身受用哦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希望各位你开启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我们最新上片的提醒哦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 在包红包的过程当中呢 在传统习俗上 有没有什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 第一 都尽量用2 6或8双数 来当作一个吉祥的数字 因为呢 这象征的好事成双 大吉大利 第二 不可以用1000或3000 这样的一种基数 要避开4这个数字 因为中国人嘛 你知道他也比较 这个这个迷信一点 所以4呢 基本上都不用 那第三个呢 如果包给长辈的红包 叫天税钱 天税钱 那包给小朋友的红包呢 就叫压岁钱 对 那天税钱跟压岁钱 有什么差别呢 天税钱呢 它的重点在于 希望能够祈求长辈 身体健康 能够延年益寿 所以呢 它这个金额比较不同 你如果在包天税钱 以后每一年 都要多少加一点 就往上添一点 添一点 添一点 添得越多 岁数越好 但是呢 在包压岁钱的过程当中 老师是这样建议的 为了避免家庭产生误会 最好在包之前 大人们呢 大家先讨论一下 才不会说 哇 这个人包多 那个人包少 这个人对我比较好 那个人对我比较不好 那这样的误会呢 一旦产生之后啊 本来好事 包红包是好事嘛 突然之间就变成 大家心态不平衡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以上的这个部分 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呢 到底我们在包这个红包 有没有什么行情呢 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这个金额呢 那我们也是在网路上呢 发现了这些啊 统一的金额 我们今天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如果我们包给我们的爸爸 妈妈跟岳父岳母 还有公公婆婆这一些呢 大概是六千到一万块不等 如果是包给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那就是三千六到六千不等 那第三个 如果是自己的子女呢 还要分哦 如果是国小生以下 大概六百到八百 那如果是国中生或高中生 大概是一千二到两千六左右 大学生以上呢 大概是在三千六跟六千六之间 再来就是对于亲戚的子女 应该怎么包呢 因为亲戚的子女呢 大概就是给个红包压岁钱 那这个讨个喜气啦 所以呢 经常都是两百到一千二不等 那我们中国人都希望讲到 礼尚往来嘛 通常我们在包红包都是 你包多少给我 我就包多少回去 所以刚刚也提到的 如果这些红包呢 我们在之前都能够相互的谈妥 把这个红包呢 用一个公定价是好一点的 那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说 除了普通小孩之外 越来越多人呢 跟毛小孩啊 也是越来越亲近 他的命啊 好像比一般人还好 对不对 所以呢这些毛小孩的现象呢 各位千万切记哦 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包红包 也会包给毛小孩 那这个金额呢 也大概在两百块左右 两百块左右 老师刚刚提到的 这以上金额呢 可以说是仅供参考啦 那如果各位 你钱很多 也有赚很多钱 能力越多 当然就包越多越好咯 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提醒几件事 首先第一个呢 如果夫妻之间 要包给对方家长的红包 老师还是建议 一定要提早 先跟我们另外一半讨论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金额 是否能够合理 双方家庭才能够和气身材 喜气过年嘛 比如说我要去回娘家 要包给岳父岳母 我相信他们姐妹之间 兄弟之间 他们一定有一些交流嘛 如果别人是包一万块 那我只包两千块 那不是很丢脸吗 所以呢 还是要了解一下行情 那如果别人都是包一千块 那我今天给她包一万块 那事实上也不好啊 因为对别人不大好意思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例如我们的外公外婆 很多是被爷爷奶奶 或者是外公外婆养大的 刚刚前面也提到 大概包给爷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呢 大概是三千六到六千块左右嘛 如果你是因为给外公外婆 跟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 那老师建议 你包的金额 就应该要跟父母亲是一样的 显现出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对不对 养育之恩 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另外呢 这个金孙啊 或乖孙 他们在过年的时候 应该怎么包呢 其实啊 包这个红包啊 没有一定的金额 但普遍是这么说 如果你是刚出社会 刚开始赚钱 大概三千六吧 我相信人家也不会怪你 包得太多或太少 那如果你口袋稍微深一点的 你就可以包六千到六千六 如果呢 你真的是很发达的 在事业做得很棒的 那我认为八千以上 那第二个呢 通常我认为 要给子女的红包 那一定要同等金额 为什么呢 譬如说 你有儿子跟女儿 千万不能重男轻女 男生包得多 女生包得少 或者是两个之间 给不同的数字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社会上真的是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各位了解是吗 这个一个树木 大家会知道嘛 不要给人家认为说 这个大小心 好像比较疼谁 比较不疼谁 那这样的呢 本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弄得大家不是太高兴哦 第三个 用过的红包 有些人在问说 那红包如果用过之后 还不能 能不能继续使用呢 那事实上 在习俗上面 没有说这用过的红包 能不能用 理解吗 就说 你看有些人也是这样 自己没带红包 你包给我的 我把钱抽起来 然后我再包回去给你 这是可以的 因为红包嘛 就是一个喜气 无所谓的 但有几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譬如说明年是农年嘛 对不对 你不能帮上一年的 是不是 这个生肖不同也不行 再来 如果上面呢 有一些污质或破烂 那当然就不用哦 我想这一点会好一点 也有人在问说 那这红包啊 照理讲我们在包红包嘛 尤其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银行 换新钞嘛 那这个新钞呢 都是非常漂亮 非常整洁的 那请问一下 拿回去之后 要不要折起来呢 事实上呢 习俗告诉我们啊 红包的钞票 尽量不要对折 因为如果一旦你对折 会将钞票折损 这种会象征 财路受损 或者是好运对折 我想你也不希望 你的好运对折嘛 那在这边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 我们的随身的这个皮包 是要买小的 折起来的 还是买长的 就是短夹跟长夹 是不是长夹比较好 所以因为你有发现一件事 你的短夹一定要折起来 那会不会就是财运对折呢 所以我以前也经常听人家说 会做大生意的大老板 通常他的皮夹都是长夹 而且越大越好 越大装的越多 你刚才讲到那个红包 包6000 6600 8000 对 如果我们就是以过年来讲 我们收到的那个红包的数字 对 你觉得6600跟8000 哪个收到红包 当然是8000 当然是8000 66大顺对不对 那你88不是更好吗 我是觉得应该 我这个年纪来说 还是金额大过于数字漂亮 对不对 你给我66块 我也不是太开心 你是66万我也可以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也蛮重要的 那另外也有人在问到一件事 我们这红包袋到底要不要封口 对不对 要不要把它折起来 把它粘起来 那习俗上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是封口的红包袋 基本上都是给予一次性的 比如说结婚 你不可能希望他二次结婚 一次结婚可能封一下 比如说像有些白包也是封口的 那如果不封口 那就是应该是经常会来往的 也就是说今年会包 明年会包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种概念 所以红包如果不用封口 表示的是希望年年如此 长长久久 最后要提醒大家 在你的红包一定要记得 如果红包包给你 你立刻把钱拿出来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立方的事 所以千万不要拿到红包 就在别人面前给它打开 这是不好的 好不好 那我想今天呢 也就跟各位分享以上红包的礼仪 那您学会了吗 建议你收藏并转发 祝福大家财运滚滚 好运滚通 新年快乐 我是六老师 我们下次见拜拜 那老师那个红包到底要不要封口 红包要封口不封口里面呢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不是等一下会提到